我做我不吃饭,还不能付钱来还花什么钱 你买这些客气一年都买多少钱 一年都买三百万人不来 哈喽大家好,是八九 今年洪都拉斯不是跟台湾断交,转向跟中共建交吗? 然后暑期啊,洪都拉斯的总统去中国厌见圣上 那洪都拉斯给予中国人民免签的福利 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更容易的 从洪都拉斯走线到美国去啊 是不是被美国收买了 过去当这个窝里反 那洪都拉斯啊,自古以来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中国能尽早的跟自己购买白虾 赶快把台湾的销量都往中国卖去 结果至今中国还没有购买 即便是目前与台湾没有邦交啊 洪都拉斯的白虾在12月5号后 输入台湾就需要大量的关税啊 虽然这个会减少他们虾厂商的收益啊 但还是能卖给台湾 即便是如此最后收获利润的还是比中国超低价免关税还多 那统计从今年1月到9月份啊 就卖了总产量的33%到台湾哦 9252吨 我们来说一下第二名就知道台湾人都爱吃虾啦 第二名跟洪都拉斯购买白虾的国家叫做墨西哥 非常近对不对 那与台湾同期间转换啊 墨西哥只购买了7633吨 你要知道墨西哥人口1亿多呢 台湾只有2300多万呢 而且墨西哥离洪都拉斯非常近哦 你看台湾人都爱吃虾对吧 但必须讲老实话 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我们先来讲一下最实际的啊 用政治利益跟中国交换的生意啊 就必须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虾子如果不赔买过去 你怎么跟那边的科技与横活竞争 你一只虾子卖过去20块 人家一只卖10块 你怎么比你只能卖9块8块7块 你还要扣掉那些货物税啊 这个船运啊空运啊之类的啊 冷冻的费用啊 你扣一扣 你卖到台湾可能一只虾可以进钻10块 你卖到中国去一只虾进钻剩1块多 当然啊很多人觉得 那我销过去的货很大比台湾多 那我赚的是不是多 你要搞清楚耶 养虾的不是只有一个耶 那么多人进口过去 你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大 但分饼的人多了 真的有赚到钱吗 跟台湾水果卖过去中国是同一个道理吗 台湾的水果产品不在中国的早收清单 那你卖过去远远比当地中国水果高出 一半以上的价格耶 除非当地的店家鱼木混猪狼 用中国的水果打着台湾的招牌 才会比较便宜 那这些东西卖过去中国 买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什么月入三四千 四五千的那些人啊 那我几年前看过中国的连续剧 三十二例 不得不说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里面女主角之一的顾家 他当时就喷响勾引他老公的女人公 说你一个月工资才六千块 你怎么敢买进口的橘子给我老公吃 连你们电视剧都演出这种社会风气了 还说我乱讲话吗 台上也讲给你听了 你们中国连续剧也讲给你们听了 对吧 所以不用想了啦 那另外一个方面很好可以诠释的就是 就像你以为可乐在台湾卖很贵了吗 不好意思啊 可乐在美国欧洲卖更贵 尤其是美国跟瑞士 明明都是可乐 为什么在美国的可乐跟瑞士的可乐就贵 为什么可乐在中国跟东南亚 印度就非常便宜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考虑到当地的生活物价 与人均GDP发展指数去做定价 所以为什么做一样的工作 一样的产品 在中国很低 在台湾稍微低一点 在美国就非常高 所以不要天天说你什么超英赶美 你连自己所谓的台湾省 自己的一个省都超不过了 还完胜美国英国日本 你在笑死我吗 而且啊 我们再从中国的另外一个选择来看 有没有可能在11月台湾的关税 12月5号到期 有没有可能在11月底中国出手了呢 因为我们的关税日期是12月5号嘛 对吧 那在11月底出手 哦 我用非常高的价格啊 跟你们红都拉斯先签个半年 还是一年的虾子 对吧 哇红都拉斯好开心 然后拿这个来打击台湾 到时候台湾又缺虾了 对不对 缺虾然后又要干嘛呢 啊进总统大选又要被延上 但是总统大选过之后呢 红都拉斯你就要被弃单了 红都拉斯 你的单价就要被中国压到更低了 这是中国有可能出现的奥薄啊 又不是没做过 然后你们再看看中国的股市啊 中国2003年的总体GDP是1.6兆美元 2022年的总体GDP啊 变成了16.5兆美元 哇 成长了十几兆 非常多对吧 人均也从1200成长到13000 但是 中国的A股还在3000 甚至跌破3000 尤其是最近一带一路会议过后 又是大跌一波 请问是中国的GDP造假灌水 还是你们的股市作假炒作 那为什么你今天又在打2900保费战 全世界GDP第二大国耶 天天看那个推特烂尾楼抗疫的民众 越来越多了 你说到什么年代了 如果是五年前十年前 偶尔某个这个建案公司啊 有个烂尾楼的项目 那就算了 不是耶 你们是连锁反映 你们不是个案耶 连大龙头恒大破产 许家印被抓 碧归源都失守了 前天正式海外债务违约了 那你说其他小型建商人 所以这也可以诠释 为什么中国的GDP成长得这么多 因为我都是靠基础建设 跟盖大量的烂尾楼去冲的 你说所以为什么我的股市 没有跟我的GDP 形成一个相应相对应的 关系跟相对应的正比 当然啦 回到台湾方面 有人会说 怎么不跟红杜拉斯买虾 他不忍我们也要不义 当然我懂 但台湾也不能罔顾 大部分的民意去限制 跟他国购买食安类的产品 除非他有食安疑虑啦 那台湾人对虾的需求这么庞大 刚刚数据大家也看到了 你中断又找不到代替国 那接下来就会发生缺虾 然后又要被干爆 然后又要被说 因为政治立场 让台湾人吃不到虾 先撇开吃不吃的到虾啦 首先大家要搞明白 红杜拉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个建交的过程 任何行为就是政治嘛 国以国之间就是政治立场嘛 当然我也希望台湾政府能通过谈判 取得台湾最大的利益啊 且 这个前提是 不要贬损我们的主权啊 但是我刚刚讲到了 中国有没有可能在11月左右 出手 用很高很高很高的价格 反正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嘛 跟红杜拉斯进口虾啊 到时候缺瞎啦吼我先跟你讲有可能会缺瞎啦吼 然后会变成你这个选战最大的危机啦吼 你要怎么应对 现在赶快你们已经做这个准备了吗 如果有做准备的话 那很好你们有远见 那这几天啦 富士康红海在中国不是被搞吗 什么广东啊江苏深圳厂啊都被突袭插碎 结果小粉红拍手叫好 让郭台铭滚蛋 谁叫你要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哎不是啊 你都说是你们国家地区领导人之一了 为什么不能参选 现在很多人讽刺郭台铭 你8月底的时候不是放话说 如果中共政权啊 说你不听话的话 我把你红海财产没收 我会说 yes please do it 如果牺牲我个人的财产 中共不要打台湾 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 只要他不打来 但是我不能听从他的指派啊 你要确定你在中国可以当个月薪三四千块的模具工人 你要确定啦 我想说的是 中共他既要你的钱 他也要打台湾 你怎么会痴心妄想 他只要你的钱就不打台湾的呢 小孩子才做选择 人家是中共耶 都要 你连钱都可以被干走了 拿什么来保障提升台湾 结果中共现在听到呢 给你插税 你要知道 这种被中共媒体主动报导 大规模的插税是政治运动 你自己去看中国历来 历代那些大企业家跟艺人 哪个不是因为政治战队跟政治立场的原因 被搞 被查税 很多人都说 郭台铭的相关企业在中国之类的啊 你真的 不幸当上台湾总统 会被中共控制 那为什么现在中共还要针对你呢 所以啊 说郭台铭 亲中的人 错了 不是你才错了 你用这种方式 你用民主国家的逻辑思维 看中国你才错了 你又知道 中共连自己的亲信都可以乱A死 来来来 你书本翻开一下 跟这个毛圣上 临近的那些人啊 由谁是善终的好下场 几个 讲出来 胡锦涛那些老干部 现在人都在哪儿 反正中共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可以乱A死了 更何况是不亲的企业家 他还是个台湾人 你认为圣上不敢 得罪郭台铭吗 你看圣上这几年 他怕什么了 他美国都不怕 怕你郭台铭 甚至没有准备就一刀切了 没替代方案就脱钩 去年郑州 富士康 万人逃亡被搞多惨啊 你见郭台铭出来说 Yes please do it 你见他出来说这个话吗 当然啦 鸿海市有非常非常多股东啊 海内外各种股东都有 对吧 那中共啊 应该是想要用这些股东 去给郭台铭这些相关的人士压力 可能有两方面的意图啦 要嘛郭台铭你推选 因为他会分票 你分票就拉高民进党 再度执政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层面 要嘛你真的不幸当上台湾总统 那我要让你知道 我感动你 你最好听话一点 我就算不能对你直接施压 我施压你的股东 你的股东可以对你施压 反正对中共来说没差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下架民进党 所以我就在想 中共为什么 只不喜欢民进党 为什么我们的敌人会喜欢 曾经被我们自己打烂的国民党 或是其他的组合 思考一下这一点 谁上台之后 确实让中共有压力 显而易见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没有太多 跟过去一样的模糊空间了 你要嘛就选美国 让美国带着你玩 你要嘛就选中国 然后一带一路被他统一 让他带着玩 我看很多人都有种 你有种就跟中国全面断开啊 问题是断开 哭的人会是你们不是我 那反之你们的逻辑对立面 那就是你们上台之后 有本事跟美国同盟全部断开啊 不是吗 你要讲极端例子 那我也跟你讲极端例子啊 你跟所有美国同盟断开 你看跟谁脱钩的最惨 台湾是什么时候经济发展起来了 美国带你玩 美国资金进来 带台湾玩 台湾才起来的 日本呢 日本也是美国带你进去玩 玩起来的 南韩也是啊 甚至连中国早期所谓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是美国想带你玩 你才有改革开放的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是你自己的努力 美国带动的经济国家 大部分都发展起来了 除非是你自己的烂 像阿富汗那样 那你看看中国 带头玩的一带一路 哪个国家 哪个未开发的国家 或是开发中的国家 被中国的一带一路 被中国的经济带入 以开发国家 他自己才今年才刚刚进入 以开发国家 没有 除非他本身就已经是 以开发国家 像是意大利 中国把哪一个国家 从一穷三百变成脱贫空间 没有 把台湾 把韩国 把中国从一穷三百变成 正常人的生活模式 所以你想就知道 跟谁站队了嘛 还想跟美国玩模拟两可 美国有本事 有条件带你中国玩 他就有本事把你打回去 不然你对比一下 2000年跟2010年 跟2023年宏观的 中国经济局面 你看不明白吗 不然你们这些舔贡的台湾人 你们买股票跟基金 都是买中国的吗 你们身体最诚实嘛 你们会买比亚迪 还是买特斯拉 你们会买苹果 还是买华为相关的企业 你们会买台积电 还是中国的晶片的股票 在台湾 不管舔贡反贡 有条件的人 全家里都往美国送啦 不真的事实啦 民进党也一样啦 更不用说国民党 或是其他的 那中国也是啦 舔贡反贡的人 尤其是赵家人 也是往美国送 为什么要往美国送 因为身体很诚实 哪里好嘛 还需要证明什么呢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下期见啦 拜拜